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 遭枪击不治身亡 9号 更多枪击案调查进展浮出水面 据日本每日新闻9号消息 奈良警方在嫌疑人山上彻野的住所 发现了5把类似于他在行凶时使用的自制枪械 警方认为嫌疑人在实施犯罪前准备周到 报道称 奈良警方表示 在案发现场押收的自制枪械 由多个桶状枪管组成 被用胶带固定 嫌疑人山上彻野供述称 其自制的三管枪械 每一个枪管可装填6发子弹 一次装填共可以发射18发子弹 日本独卖新闻9号援引调查人员的话报道称 据嫌疑人山上彻野供述 为了袭击前首相安倍晋三 事发前一天 嫌疑人也参加了安倍在港山市的演讲活动 警方表示 嫌疑人可能一直在寻找 合适的作案时机 据共同社和日本广播协会9号报道 山上彻野向警方供述 枪击安倍不是因为他反对安倍政治理念 而是因为一个宗教团体 令他母亲破产 安倍又在日本国内宣传这个宗教团体 报道还称 嫌疑人供认本想袭击宗教团体的干部 但是他无法做到 所以决定袭击安倍 另据多家日本媒体9号报道称 安倍遇袭时 现场当时有来自警示厅和奈良县警方的特警7人 还有来自县支部联合会的15名工作人员 负责警备和警卫工作 安倍的背后也有人警备 但仍未能阻止三米外的嫌疑人开枪 对此日本奈良警察本部部长在9号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不能断言8号当天安倍遭遇枪击时的安保工作中没有问题 日本保镖协会会长阿九金梁树也称 现场的警卫缺乏对周围情况的认识以及把握能力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8号在奈良县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 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 9号奈良县警方公布了司法解剖结果 称安倍的死因是左右锁骨下动脉损伤导致失血过多死亡